今年三歲的陳靜小弟弟 長得頭好壯壯 但右手臂上 卻有一條令人觸目驚心的疤痕 原來是今年一月 從幼幼班準備放學回家時 因為地墊磨損不小心絆倒 造成右手骨折必須開刀 陳靜媽媽擔心 未來恐怕會有畸形骨等後遺症 為什麼會放 獨自放小朋友去接小小朋友 到娃娃車集合宿 老師你怎麼可以讓 小朋友離開你的視線 他現在可能會造成 他成長期過後 他的兩隻手的外觀會不一樣 然後會大小隻 所以手會長短 不然就是外翻 除了設施損壞 讓孩子跌倒受傷外 家長還指控老師 竟然讓小朋友獨自行動 沒有盡到保護責任 而長期關注孩童安全的 淨捐基金會也認為 學校管理鬆散 對兒童安全是一大威脅 今天用公部門的資源 怎麼可以坐任 我們的一個現場的一個管理 這麼樣的鬆散 陳靜媽媽也表示 他們孩子事實上 之前就一直藏在那邊跌倒 那我相信也不是只有 擔心他的小孩 應該其他孩子 只是曾經這次是受傷 比較嚴重而已 所以我覺得 不能等到發案事情之後 再來往樣補牢 靜捐提醒家長 為了孩童安全 應該謹慎挑選幼兒園 另外各校也應該落實 校園門禁 防範危險死角 並定期維護郵據 才能避免校園意外發生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3 4 4 5 4 5 7